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加沙又打起来了今天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加沙这一轮为什么又打起来了因为只有大家了解这一轮加沙地区又打起来的一个原因大家也就知道这一轮巴以冲突未来发展的方向到底在哪大家也就会清楚啊美国和以色列的那个未来它是注定的美国因为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将耗尽 它的国力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大家听我慢慢来聊 首先啊跟大家聊聊今天新闻的这个前提啊也就是中美在这一轮巴以冲突上的这个立场啊这一次布林肯去访问以色列我相信很多同学看到了这个新闻从布林肯所表达的大家也就知道美国在这一轮的巴以冲突上的这个立场 布林肯所称啊这个以色列能够消灭哈马斯 这个话我相信大家也就明白美国的立场是什么了就是消灭哈马斯因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 这就是美国给以色列带来的这场战争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正当性啊战争正当性啊那这是美国的一个立场中国的立场呢那就是永久和平两国方案落实巴勒斯坦人民建国东耶路撒冷归巴勒斯坦两国边界按照1967年的边界来划定啊 这就是中国在这一轮巴以冲突的一个立场啊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啊对于美国人而言最好的状态那就是就是说啊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停火啊一直延续吧延续和平两边都别打了 对不对这对于美国来说最好为什么因为美国虽然说没有实现消灭哈马斯的这个立场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可能会比较安稳比较稳定因为他不会惹急了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他不会惹急所有的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人而言在国际社会所要承受的压力将会将会大降 可是呢美国的立场是什么是消灭哈马斯这对于美国来说最不利啊如果说趁着之前达成的停火的协议然后双方啊你不提我不提你不打我不打然后就这么啊就这么维持现状下去对不对 然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维持现状美国起码能够保证以色列在西亚地区还能够长久的待下去啊因为他没有惹急周边的这些国家呀 对不对这对于美国来说起码是个好事因为美国的国力处于一个下降的周期 以色列能够苟延残喘的时间长一点假如啊假如可能性非常低的一个可能就是美国忽然之间又得了先人的传授 国力蹭蹭蹭的往上去涨 那个时候以色列如果能够待在西亚地区那就会成为美国更加有力的一个抓手 因为美国实力强了对不对得到了先人的传授 他能够提供给以色列的支持将会大大的一个增加 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只要还能存在那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个大好事啊 更何况对于美国而言啊美国的直接的竞争对手 中国所主张的要永久的和平 如果说巴以之间没冲突中国这个永久和平从何而谈呢 对不对所以说对于美国而言自己往后退一步 起码不让中国的目标来实现可能对于美国来说挺好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 因为起码你没有让伊斯兰世界大团结阿拉伯国家大团结 没有让中国拉着亚非拉整个伊斯兰世界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对于美国来说挺好 可是美国没做到啊 美国没做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咱们看清楚啊这个巴以冲突这一轮啊 战火在起 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各位就明白了呀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啊 新闻里边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说到啊这个原本双方的停火协议啊 是到周五的上午七点截止 但是在结束前的一小时啊 以色列表示拦截了一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啊 所以说呢你哈马斯先打我我就来炸你 而且这个新闻还提到啊 这个哈马斯没有啊做出立即做出评论啊 也没有承认啊有发射火箭弹 总而言之从这个新闻的报道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哈马斯的态度是什么 不置可否或者说无所谓 你以色列人爱说我 哈马斯说我什么 对不对 根本就不在乎 没有立即的发表这个评论呢 然后的话那以色列这边呢啊 说了那是因为你哈马斯又惹我了 所以说我干起来 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 以色列第一天的空袭就造成了巴勒斯坦人一百多人的这个死亡啊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一个事情了 那就是这个以色列因为啊一枚火箭弹 然后他在一天之内就有就啊轰炸死了 导致啊巴勒斯坦人啊一百多条人命的丧尸 大家以为你以色列是没有任何的准备小白兔是吗 对不对 然后我想要和平 然后的话我想要和平 然后的话啊 忽然之间有一天啊 你打了我一枚火箭弹啊 忽然之间我的这个空袭就来了 一下就炸死你一百多人 大家认为如果以色列没有准备再次发动袭击 他怎么可能忽然之间能够凝聚起来那么多的力量 以及啊制定好那么好的这个作战的规划 制定好各种各样的这种战术的目标去啊 飞起来战斗机啊 飞起来打击这些目标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呢 以色列没准备让这场战火再起 不可能一天之内死亡一百多人 巴勒斯坦人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哈马斯打这一枚火箭弹到底是真是假呢 真假无所谓 真假无所谓 为什么叫真假无所谓啊 这一枚火箭弹 我就觉得大家不觉得特别的怪吗 以色列如果缴获了一些啊 这个哈马斯的火箭弹 以色列打出这一枚有没有可能 有 那哈马斯对不对 哈马斯然后的话 可能啊想要和平 但是的话大家想一想 哈马斯为什么对于以色列 声称是哈马斯先动的手 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没吭声的 没有立即的发表评论呢 是因为哈马斯笨吗 当然不是啊 哈马斯只有一直跟以色列战斗 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希望 才能够成功 刚才跟大家讲了 如果双方啊 巴勒斯坦 以色列哈马斯 以色列双方 你不提又不提 你不打 我打 那这个事情就耗在这儿 都在停火一直延续 那还有什么谈的这个必要呢 大家和平了 还谈什么谈呢 对 大家幸福快乐的生活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之上 那还有什么可谈呢 没有矛盾了 对 没有矛盾 才会永久的和平吗 没有矛盾的才会永久的停火吗 对不对 那这种假的这种没有矛盾 他永远他可能永远持续吗 不可能 这种对抗他必然会一直持续 因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这个矛盾 他就没有化解 不仅仅是因为巴勒斯坦国没有建立 而是因为以色列绝对不会让巴勒斯坦人拥有他所谓以色列的土地啊 看看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惨状 各位也就明白了 所以说对于以色列而言 他必然他要动手 对于汉马斯而言 汉马斯也想要跟以色列干 因为只有一直干下去的话 巴勒斯坦人建国的这个希望才会存在下去啊 所以说双方都想打 那这个加沙打起来的原因 我相信各位也就能够理解了 那对于美国人而言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你不提我不提 你不打我不打 然后大家啊 这个赖皮狗一样 让这个以色列一直啊 生活于西亚这片地区 然后美国人的这个目标 他就不可能实现 对不对啊 而且啊 还得要跟大家讲 对于以色列而言 以色列为什么要打 其实很多同学对于以色列 在这一次的巴以冲突当中 这个表现呢 都觉得啊 瞠目的结舌 对不对 好愚蠢 我相信很多同学对以色列那个评价好愚蠢 你为什么要表现的比纳粹还纳粹啊 对不对 你这不是把你 把你的形象给毁了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展示如此的坏呢 你为什么一直要欺负巴勒斯坦人呢 你为什么一直向全世界展示 要屠杀巴勒斯坦的儿童啊 对不对 你越展示这种形象 你的负面的压力就会越大 然后他对于你以色列来说 没有好处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很难理解 以色列的这种行为 其实这个以色列做这种事情 他这个原因啊 非常的一个简单的 为什么叫简单呢 他要满足以色列人的那个心中的愿望 以色列人心中的愿望是什么愿望 很多同学举手说了啊 这个想要拥有啊 耶路撒冷 想要啊 占据更多的一个徒弟 想要啊 恢复旧约当中的荣光 我跟各位讲 不是 他只是要满足以色列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啊 对不对 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人的这个观感 或者说以色列人对于穆斯林的观感 或者说以色列人对于自己存在于啊 这个 存在于巴勒斯坦传统的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事情 他的观感到底是如何 他是觉得理所应当啊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摆着的啊 一个事实 比如说你像你像内塔尼亚胡 他能够在以色列啊 当选这个总理 原因在哪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利库德集团那是一个大票仓 对不对 利库德集团啊 简直走到哪 拿选票拿到哪 当年啊想要跟巴勒斯坦谈和平的拉宾 拉宾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以色列工人党的 对不对 以色列工人党 然后他到现在为止 在以色列国内只要进行选举 那就是惨败的一种状态 然后到现在为止啊 以这个以色列的工人党 然后在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里边 这个席位啊 极少 没有几个了 我印象里边应该是五 以下 对不对 就五个议员都不够了 现在你这个拉宾的这个啊 以色列工人党 为什么 不是说因为拉宾被刺杀了 而是因为拉宾和以色列工人党 他满足不了以色列人的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啊 以色列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正确的 他如何让让自己相信自己正义正确啊 因为只有有坏人 对不对 我才足够的正义啊 谁是坏人 穆斯林 谁是坏人 巴勒斯坦人 他们足够的坏 我们才会足够的正义 这样一天一天持续下去之后呢 对不对 干巴勒斯坦人 干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那就成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 这就是以色列人现在内心中 对于巴勒斯坦的一个观感呢 因为他正义 他正义 他就什么事情可以干 然后内塔尼亚湖也就满足了这种强硬的姿态 也就满足了以色列人的心中的那个想法嘛 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嘛 只有好强强好硬硬才行 你去和谈啊 你去谈和平 那叫什么 那叫软弱 都在这一次啊 这个停火啊 停火就停火了 停火还演了两次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我们以色列是不是没打赢 哈马斯 哈马斯什么玩意儿啊 游击队啊 哈马斯什么玩意儿啊 那种手挫的火箭弹 对不对 那叫什么东西啊 你看看我们以色列有什么 铁穷 对不对 我们那玩意儿高科技 你那玩意儿手挫的 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赢你 打不赢你 哈马斯的原因只可能有一个 这个原因就是内塔尼亚湖的软弱 他没有能力 没有实力 团结以色列的军方 制定良好的战略 消灭哈马斯 责任在于内塔尼亚湖 所以说对于内塔尼亚湖而言 他为了自己的位置的稳定 他为了自己要选票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也得去打 所以说呢 这一轮的加沙的冲突 为什么又起来了 为什么又打起来了 因为他想要打呀 他没办法不打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要和平了 高寒要和平 这哪是行啊 对不对 就得表现自己强硬 这个巴勒斯坦人 所有人都是坏人 为什么啊 要杀儿童 因为这些儿童 未来几年就长大了 长大了 他又加入哈马斯 所以说呢 我们对不对 得给他啊 把邪恶啊 恶杀在摇篮之中 这也就是在西方传统里面 常有的一个幻想 那就是啊 如果能够回到当年的欧洲 对不对 也就是元首 即将诞生的欧洲 然后的话把元首扼杀在摇篮当中 那欧洲可能就不会有大灾难 可是这种想法 他对吗 他不对呀 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根本在哪 对不对 然后欧洲的右翼思想 他从何而来 纳粹从何而诞生 他不是啊 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希特勒 然后才有了欧洲的一些 纳粹的一些想法 他是继承了欧洲右翼的传统啊 你看看你欧洲人干的事情吧 在拉美地区 拉美地区的原住民去哪了 北美地区啊 北美地区的原住民去哪了 对不对 澳洲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去哪了 对不对 你们干的那点事 你还不清楚吗 这就是欧洲人的传统 这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吧 右翼思想的一个根源了 他只不过是在纳粹时期 他跳到了台面之上啊 以前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不留名 干坏事不留名 没办法留名因为是坏事嘛 但是到了纳粹时期 我们都得要留名了 为何要留名 哎 我要选票啊 或者说我要政权呢 或者说我要满足当时德国人心里那个想法 经过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陷入到了一种经济衰退的一种状态 让德国人心里有怨气 给德国人一个出口 所以说呢德国的右翼纳粹那个时候诞生了 这是文化传统带来的纳粹的诞生了 对不对 你扼杀摇篮 它是没有用的 可是对于一般的以色列人而言 对不对 那就干就完了 干死他 对不对 扼杀于摇篮当中 那就是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长大也会加入哈马斯啊 多简单的一套逻辑 大家发现没有 多简单的一套逻辑啊 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 学习谁 学习那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吧 对不对 神秘的东方古国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大家有发展 你好 我也好 对不对 矛盾自然而然降低啊 然后大家连一口饭吃啊 都吃不着 连一口饭都吃不着 一口饭都吃不上的时候 他不跟你拼命 跟谁拼命啊 啊 巴勒斯坦人在 在现在的以色列那个生存的状况 到底如何呀 约旦河西啊 对不对 人家正种着庄稼的 你 你以色列的军队 你就把人家的庄稼全推了呀 对不对 全给烧了呀 这就是你以色列干的 然后他把别人驱赶走了 说这边土地是你 啊 以色列人的 犹太人的 对不对 你连口饭吃都不给别人 他为什么不给别人这口饭吃 那又说到了吗 他的选举制啊 他为了要满足以色列犹太人 占便宜的那种心理嘛 啊 我要为什么要给你这个选票啊 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啊 那原因很简单呢 对不对 那呢 那我给大家多争取来多少土地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如何惩罚那些巴勒斯坦坏人的 对不对 你看我的手段强硬 哎 大家一看到这种强硬的手段 嗨了 解决方案 从根上解决互相的仇问的方案 那是得罪人的事 在以色列而言 对不对 在放肢于全世界 大家都可以看看 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换来的就是双方都对你不满 为什么 刚才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假如说你给巴勒斯坦人一口饭吃 然后的话啊 巴勒斯坦人就不想对抗了吗 那也没办法对抗 没必要对抗 对不对 大家都是啊 活着嘛 好好活着 你让巴勒斯坦人有了这种想法 那以色列人就说了 哎 你这就是一奸 对不对 你这一奸 你卖国贼 你怎么能够给自己的敌人一口饭吃呢 那一口饭早晚会变成子弹 对不对 打向我们的子弹 打向我们的手搓的火箭弹 你这就是懦弱 对不对啊 这就是 这就是在以色列 你没办法去解决核心 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你如果有一个声音上来出来指责你软弱 你就没悬飘 你也就没这个位置 你没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你就下台 你的下场会很糟糕啊 这就是以色列现在的状态 他解决不了了 讲到这的时候 跟大家提一嘴啊 因为最近啊 跟大家聊 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 对不对 还是啊 像巴以冲突这些问题 我都跟大家提过一个观点 也就是很多同学 一说就是啊 中国为什么要跟韩国谈 跟日本谈 这俩国家弄死 他就完事了 这俩国家 美国人养的狗 狗只听得懂 打狗棒法 这一套话术 大家听得很熟吗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这个 巴以冲突这边 我跟大家也讲过啊 没办法主族灭绝 你为什么要这么死磕呢 解决核心问题 不就原 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你能够杀光巴勒斯坦人吗 以色列 你想不明白吗 原来的当年的纳粹德国 也没有杀光犹太人呢 你走到今天 你就能够杀光巴勒斯坦人吗 都在阿拉伯国家 有那么多的穆斯林 你全杀了吗 他不可能啊 这个观点 一讲出来 我真的是没想到 有些同学 还要反驳我 对不对 真的是令我 瞅目的结舌 为什么呢 他是如何反驳 都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某些啊 特别可爱的网友出来说 你不懂 你懂个屁 现在的种族灭绝 不是你说的肉体上的消灭 现代的种族灭绝呢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文化语言上的这个消灭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懂 你别丢人了 对不对 这个别丢人了 这四个字 真的是让我瞅目的结舌 我相信有些同学 也认同 对不对 这个可能肉体上的 种族灭绝 不可能做到 消灭文化 消灭语言 那就可以成功了 那讲到这儿 我跟大家谈一下 很多同学 一说到台湾呢 然后的话 就是说有一个观点啊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很多同学一说到台湾 就认为台湾上面 都是日本人 对不对 都是日本人 要不然是啊 这个日本的移民 要不然就是啊 这个啊 受过黄民化教育的 这个台湾人啊 台湾当时啊 被日本殖民 所以日本啊 黄民化教育 把台湾人全变成日本人了 他造成了今天这个问题 可是呢 大家真的是可以查一查 当时台湾岛的数据啊 真正啊 经受了黄民化教育的台湾人 不到1%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想想 真的是 大家真的是可以想想 为什么 然后的话 这个啊 在台湾岛当时啊 经受过黄民化教育的台湾人 不到1% 大家一定得知道 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数据是假的 我跟各位讲 这个数据是真的 而且真的不能再真 他为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当时啊 就日本殖民台湾岛的时候 台湾岛上的文盲率有多少 啊 那这个文盲率啊 大家只要去看台湾岛当时的电农 有多少 大家就明白了 台湾岛上的电农 少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是电农 也就是啊 大家所熟知的 没有土地的流民 只能租地主 手里土地来种粮食的 这些底层的台湾人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这些人没钱 连口吃的 他都很难混得上 对不对 文盲 那大家想一想啊 给这百分之七十 咱不说多 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 然后的话啊 全部把它变成日本人 日本人要做什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但是真的是可以好好思考 当时台湾岛 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是文盲 然后的话 日本人如果要把这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 变成日本人 日本人需要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 日本人要扫盲 对不对 要兴建大量的学校 小学 初中 高中 对不对 可能不用修高中 就修小学 初中 你扫盲就行了 对不对 修建大量的学校 而且呢 这个百分之七十的文盲里面 也有大量的 这个青年 中年 壮年 老年人 对不对 你给他 你让他变成啊 日本人 然后他 你让他去上小学 有点不合理 那你如何让这些人扫盲呢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种族灭绝 消灭文化 消灭语言 你就是去扶贫了 同学们 你就是去扶贫了 你得 你得 你得让大家 对不对 那个那口饭 你得吃上吧 你吃不上那口饭 他去学习 他学个萌 饭都吃不饱 他学习呢 有了那口饭吃之后 对不对 然后再受教育 接受教育 而接受你的语言 和文化的教育 你得花多少钱 你得造多少学校 对不对 那可比啊 这个真正肉体上的 种族灭绝的啊 这想要达成这样的 一种状态的难度 那要大了去了 你得花大量的钱 所以说呢 很多的那位同学 那位特别可爱的网友 出来说 别丢人了 现在的种族灭绝 就是啊 这个消灭文化和文字 你打这一行字 特别的简单 消灭文化四个字 消灭文字四个字 加起来八个字 这八个字 你打出来特别的简单 你想一想 他执行有多难 对不对 哪个国家能够这样去执行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真的是好好看一看吧 这个世界所有的干就晚了 玩玩这种种族的 玩这种民族的 这种互相仇恨 对不对 一定要弄死他 他就是狗 狗只听得懂 打狗办法 你如何执行 谁成功了 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一句话 解决问题嘛 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一句话 就爽嘛 干死他 就这三字多爽 解决问题 你能做得了吗 谁能做得了啊 对不对 以色列就是个例子 他满足以色列人 犹太人 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爽 干死巴勒斯坦 干死穆斯林 对不对 结果呢 走到今天 把自己卡在这了 以色列继续跟哈马斯打 我跟各位讲 他死定 为什么 看不见这个世界变了吗 看不见现在 就连沙特跟伊朗的 那个合作 有多紧密了吗 走到现在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然后还有一些啊 同学出来说啊 这个啊 沙特啊 这总算是听话了 这原因在哪儿呢 原因在于啊 这个伊朗 用野门的胡塞武装 顶住了这个沙特 对不对 沙特也担心伊朗 干沙特 对不对 用野门胡塞武装 干沙特 所以沙特这个时候 听话了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你要这样去说的话 那整个伊斯兰世界 就不可能大和平 对不对 不可能大和平 沙特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不配合你了 也不配合你了 对不对 咱们来合作 我还天天的被骂 我是搞事的 对不对 不配合伊朗 或者说沙特 不配合伊斯兰世界 或者说沙特 不配合中国 巴以冲突未来 会变成什么 咱们先看巴以冲突 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现在的巴以冲突 带来的世界的局势 叫什么呢 叫啊 力所能及 对不对 有人的出人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你看一看 比如说能干的 那是伊朗手下支持的 也门的胡塞武装啊 伊拉克叙利亚的民兵组织啊 黎巴嫩的珍珠党啊 拿的全都是伊朗的武器弹药 去跟这个以色列去干 哈马斯拿的也是哦 这是啊 有人的上人 大家去干 然后呢 然后还有政治类的呀 对不对 那就是大量的亚非拉的这些国家 比如说 拉美 非洲 包含南非都在讨论啊 与这个以色列断交 有些国家已经断交了 这也就是在国际政治 国际外交场合 对于以色列施压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 就是一百多个国家 占到了巴勒斯坦和中国的一方 对不对 中国带着头说 两国方案要落实 巴勒斯坦人要建国啊 对不对 1967年的边界 然后东英耶路撒冷归巴勒斯坦 中国在全世界带着头说这个话 然后其他的国家应声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国家支持 全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是国际场合 大家能够出力的出力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能够啊 嘴上喊支持的喊支持啊 还有啊 还有政治经济的 对不对 政治经济的 谁在出力啊 沙特 对不对 政治如何出力 沙特也在配合着国际场合 对于以色列和美国进行施压呀 前一段时间 这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峰会 那就是沙特支持才有的呀 这代表着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团结啊 这不是西亚地区的大团结啊 西亚地区什么什叶派 逊尼派 什么波斯人 阿拉伯人 不是这样的一种层级的大团结 包含北非 非洲的伊斯兰的国家也开了 也开这个会 也来参加了 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也来参加了 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全来了 阿拉伯伊斯兰峰会啊 这是啊 这是沙特支持出来的呀 在这场会议之上 沙特表现出来的形象 也是啊 大家的领袖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包含美国人都在风火戏猪猴 啊 这个说有停火协议 结果呢 APAC会议一开完 白宫进行否认 沙特马上来中国 接下来做的就是经济金融上的施压 沙特的反应那叫一个快 对不对 大家得知道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那沙特不愿意啊 不愿意配合中国对美国施压 我跟各位讲 大家真的是可以查一查当时的这个新闻呢 美国白宫刚否认 刚刚否认 没有停火协议 对不对 APAC会议刚开完那个时候 也就是中美旧金山会议啊 刚开完 然后的话 没有啊 没有和平的信 没有停火的协议 沙特当时就来中国 那个速度就要一个快 而且不是沙特一个国家来 那是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峰会的外交的代表团来的中国呀 对不对 代表什么呢 大家 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你美国敢有这种动作 你不给啊 这个加沙地区停火的话 你美国不押这个以色列的话 我们马上就走 沙特是准备好了 他不是以脸懵逼的一种状态 啊 我 我就想偷活事啊 我就想 我就想要个停火就完事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啊 美国人没给我停火 哎呀 这个美国你怎么这样啊 哭天抢地 没有 他有准备的 对不对 马上就来中国了 然后跟中国来了一个 哎 对对 本币结算的一个协议就来了 那美国人难不难受啊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 这叫什么呢 这叫石油人民币的到来呀 你美国再来 你美国再来再知道 沙特就进一步搞这个事情啊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啊 如果没有沙特的支持 阿拉伯世界与伊朗吧 然后翻联啊 没有团结 然后的话 美国就可以单独的对于伊朗 或者对于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这些国家进行施压 美国没准上手打 对不对 美国如果上手打的话 干伊拉克啊 干叙利亚 干这个伊朗 美国如果上手打的话 阿拉伯 干看着 干看着 对没有任何的动作 那美国想怎么打怎么打 为什么呢 美国没了后顾之忧啊 美国的后顾之忧是什么 阿拉伯人很生气 阿拉伯人跟中国加强合作 阿拉伯人与人民币达成一定的协议 人民币石油权重增加 这是美国最担心的事情 美国的霸权的来源是美元的霸权 所以说如果沙特不合作的话 对不对 沙特的作用很低啊 被迫不得已的啊 然后才啊 这个勉强的跟伊朗进行一些些的合作 如果沙特真的是那么的勉强的话 美国走到现在根本就不用担心 沙特重不重要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沙特的重要性了吧 那讲到这儿是跟大家讲一下 最开始跟大家提的 就是说巴以冲突未来会走到哪个方向 其实我相信啊 有些同学也想明白了 你既然现在啊 以色列又干了起来 对不对 而且第一天就造成了巴勒斯坦人 一百多人的死亡啊 但以色列啊 在加沙地区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必然加强 我之前就跟大家聊过 加沙城人口密度太高 你以色列敢打加沙城 就加沙城妹 真的是会造成大量的 平民妇女儿童的死亡 只要你出现这种问题 国际上的压力 他就会来 这个沙特这边就得喊 对不对 你要啊 没有和平 你以色列啊 不停火 你以色列不让这个巴勒斯坦人 建国的话 我沙特就与啊 中国合作 伊朗这边也会获得理由 对不对 你这看一看 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啊 太太惨了 我伊朗啊 就得支持这个民兵组织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就得支持黎巴嫩的珍珠党 就得支持哈马斯 跟以色列干 就连伊朗这个国家 被是被美国制裁了几十年 他也获得了战争的正当性啊 所以说 只有以色列越坏 然后整个伊斯兰世界越团结 整个西亚国家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人出人 去干这个以色列啊 对不对 大家团结的理由 才还会十足的充分呢 只要以色列干 只要哈马斯撑住了 最开始跟大家聊过 包含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啊 也对哈马斯的领袖 俩人见面的时候讲过呀 跟大家讲过两个词 毅力和耐力 对不对 你要有耐力 你要有毅力 这什么意思啊 毅力是与以色列对抗的决心 耐力呢 是需要这个时间 你得长时间对着以色列进行对抗 抗争啊 只有你完成了这两个词 然后伊朗才会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空间 与整个伊斯兰世界 收拾这个以色列啊 对不对 因为以色列在美国人支持底下 他还要争取什么呢 战争的正当性 也就是美国的立场 最开始跟大家讲的 战争的正当性的来源在哪 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 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啊 都在如何打掉美国的这个立场呢 以色列比恐怖主义 还他妈恐怖主义啊 所以说要有耐力 要有毅力 与以色列进行对抗啊 因为加沙城 以色列赶进 以色列是知道他会造成什么样的局势的 只要跟他干 只要不投降 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希望才会到来啊 这也就是巴以冲突未来的发展呢 那个时候中国呢 那中国必然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要实现 要卡住美国人脖子的一个状态 你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吧 你美国高举的要消灭哈马斯是吧 我中国说的是永久的和平 未来联合国之上 无论是安理会 还是联合国大会 都会持续的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施压 这种施压会导致什么 美国的众叛亲离 直接影响的是谁是欧洲人 欧洲人现在敢那么直接的啊 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观点吗 不敢呢 为什么呢 因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 欧洲现在忌惮 对不对 阿拉伯世界有石油天然气啊 你欧洲人在得罪了阿拉伯世界 你之前已经啊 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了 那你再得罪阿拉伯世界 你欧洲人 那么今年冬天又是好日子就来了 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的忌惮呢 对不对 那就是最近啊 欧盟的外交代表 柏雷利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了 两国方案要落实 巴勒斯坦人民要建国 欧洲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 之前跟大家聊过 中国最近啊 在新能源上 与欧洲的这个合作呀 法国的汽车制造商得到了啊 这个宁德时代的 这个林酸铁铝啊 这个电池 对不对 这个啊 合作技术合作的MOU 意象书 备忘录 对不对 签了这样的一个意象 接下来就看你欧洲未来的一个表现 跟我中国顶 跟我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观点不一样 咱们的合作可能很难进行 如果跟我中国观点啊 差不多咱们可以啊 相向而行的话 你欧洲可能会啊 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会有所突破 这是针对法国 德国呢 德国的大众在中国全资开设一家电池的工厂 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工厂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想要长久得力 想要得到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上的合作 欧洲人自求多福 在巴以冲突这个立场啊 表达清楚 讲清楚 什么叫两国方案 什么叫巴勒斯坦人民建国呀 那只要卡住了欧洲 美国 就剩下以色列了 支持美国的还有谁 日本韩国都不敢那么直接的支持啊 那支持美国的还有谁 没了呀 这个世界对不对 拉美 东南亚 然后他这个东啊 这个这个东南亚 还有这个这个中亚 还有这个西亚呢 更不要说 都在非洲 然后他都站在了中国和巴勒斯坦一方 你美国怎么办 好光你美国的信用 让你美国众叛清理 欧洲人都不理你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而且让大家看到了 你美国已经事实衰弱 你美国的军事上的支持 保证不了以色列快速的消灭 哈马斯 你军事能力弱了 然后他你美国的政治外交领域 然后明摆着现在变成了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 这个世界绝对大多数的国家都在支持着巴勒斯坦和中国的立场 那你美国就会成为事实上的衰弱的大国 那个时候你美国身边还会有谁啊 谁那么不开眼 1949年加入国军呢 对不对啊 可能一般老百姓会犯这种错误 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客 一个经过一个 猴经猴经的 对不对 然后这些国家的政客 会选择加入到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大国的阵营里边吗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而且巴以局势越往后发展 全世界看得越清楚 那美国怎么办呢 没办法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湖 因为要满足以色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牵着美国人 牵着美国人要支持 因为美国也希望以色列能够继续在西亚地区 当美国人控制西亚地区石油的那个抓手 对不对 美国所以说被迫不得已 也得支持以色列 所以说呢 那以色列就抱着美国人往下去掉啊 其实讲到这时候 大家也可以感叹一下 基辛格死了 美国还有所谓的政治家外交家吗 这对于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这个鸟样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政客 大家可以看到布林肯现在那个表现 什么玩意儿啊 只顾眼前利益长远你会倒大没有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